朋友好啊 昨天我们 学九评之前 发了一些感慨 提到了和谐社会的问题 那么呢 我们顺着话题再说两句 和谐社会只不过是一个 说改革开放前20年 恶之花种下之后结的果 和谐社会的同时呢 也是 从1978年所谓的中国改开以后 中国的 国策 以及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 说白了 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 和国内事务的 这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 这样综合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到了胡锦涛 实在变成了追求核心社会 那么这个结果的这个 这个 源头 那就是在于邓三科嘛 这个源头就是在邓 就所谓的邓理论 然后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得以发展到了胡锦涛这儿 什么科学发展官 这个 和谐社会 介绍和谐社会 这是一个 鸦片烟式的大烟鬼式的这样的一个 幻象 一个幻象 那么呢 到了习总这儿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哪有什么和谐社会 提出和谐社会的时候 就是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时候 这就像在这之前 江泽民那时候提出的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旋律一样 而江泽民的和这个 和平与发展世界主旋律的源头 又是邓小平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源头是什么 源头就是我降了美国了 我投了美国了 我甘心情愿的给美国人打工 给美国人做小弟了 那确实是吧 我投兵状 我打了越南了 我也投兵状交了 老大哥也很满意 最后和平典范 我最先进的歼马尔战机 都弄两架 送到美国去 让你帮我严议 就给我加装一些电子 先进的航电系统 等等等等 当然这两架危机 现在还在美国烂着呢 我们曾经蠢 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当时从毛主席的 那一座珠穆拉瓦峰 然后在毛主席去世之后 到了邓的手里 我们是怎么样一夜之间 跌到了马里亚纳海沟 我们那么丢了多少人 我们献了多少眼 我们对美国人 当时我们做了多少 谄媚知识 奴艳悲习之事 极尽奴才 这个鳄鱼奉承之能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银河浩也好 一个又一个的打脸 一次又一次的打脸 最后打了他妈的一 胖头肿脸 江泽民到江泽民时代 我说他这是一个 成前起后的时候 在和谐社会和邓理论之间 成前起后的时候 竟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世界 什么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我这个在我以前的节目里 我曾经提过好多次 我说这是种下了一个 又一个一大恶之花 后来到胡锦涛时代就接得过 就是江泽民时代前后 包括邓时代 那个世界是和平的吗 整个世界是发展的吗 美国是发展了 硅谷信息化时代 还是从美国来作为开端 中国是到最后才搭上了末班车 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民间的力量 华为是哪年办的 华为任总当年要做企业的时候 他像王石支流那些鼠辈们 那种眼光的话 高高华内产 他赚得翘得多那个钱 但是正因为任总 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 正因为任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才毅然决然的带领着自己的创业的 那个小团队的小班点 这个几乎是白手起家 开始向着这个高科技领域 做了中国人21世纪最悲壮的冲刺 一直到现在为止 依旧在前行不止 是吗 最后竟然成了中美贸易战 极其重大的一个缘由 是美国指控中国的最大的缘由 就是因为你有华为 就是因为你有5G 最后美国人发现 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个优势和领导权 即将丧失在华为面前 可以说华为以一己之力 赢得了一场高科技领域里的 中美的正面相撞 并且可以说是得胜还朝 华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怎么说都不为过 而那个时候 中华共产党在干嘛 中华共产党的执政者 在干嘛 他们沉醉着大片 压片烟里面的大烟鬼一样 和平发展世界主旋律 和谐社会 包括对于任正非这样的 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仇视 我说多少次当代的秦桧 这温家宝 人家出访说谁都带企业家 他就不带任正非 到深圳去了多少次 从来不进华为的大门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替他那个叔叔温时珍 恨嘛 恨毛泽东时代 恨毛主席的好学生 任正非 和平与发展世界主旋律 这得喝到多少酒 才能说出这样的婚话 并且一说说了十多年 江泽民时代的后期 不是大唱十三年吗 走进新时代 什么包小宋 什么张义 什么那些唱那些 阿鱼奉承直皱麻的 那些个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的依据何在 从邓时代 一直到江泽民时代 美国自己的这个报告里 你看美国那时候 那个战争 1983年的时候 入侵格林纳达 是吧 这不是和平吧 1989年的 1986年的时候 空袭利比亚 这是战争吧 1989年开始 在这个 科威特战争 发展到1990年年初的 这个海湾战争 美国的巴拿马战争 也可以叫战争 突袭巴拿马 然后90年的 91年的海湾战争 然后呢 这个 1999年的 科索沃战争 然后呢 就是这个 空袭南联盟吧 是不是啊 这中间 在这之前 还有1992年的 这干涉 这干涉的干涉 索马里 不也出了兵呢 然后到了2001年年初 2001年啊 2001年9月1之后 2001年10月7号开始的 阿富汗战争 一直持续到现在 前几天 刚撤完 前两天 刚撤完 而在这个 中间 还有2003年的时候 一袋洗衣粉 一瓶小洗衣粉 包眼 然后呢 这个伊拉克战争 绞死了 这个萨达姆 还有20 接着 接着往下走 还中间还穿插 2011年的 利比亚战争 怎么就和平 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了 嗯 将军 2002年退了 和平发展 是当今世界主旋律 这个论调也没有最后消亡了 是不是 还念到了十来年了 和平发展 可以把它作为 什么 作为一个目标 作为一个人类的畅想 这什么时候 是世界的 实际了 什么时候 它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真正的世界形势的 嗯 但是我们恰恰就在这 从代表民开始的 以为跟着美国人的 就可以 他妈的不说吃香喝辣的 也能够 哎 这个 在老大哥 照着直下 是不是啊 哎 然后这个 自己 做点牛仔裤 挣点辛苦钱 是不是啥 啊 甘心做一大公仔 嗯 然后放弃世界革命 然后 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然后实用主义 啊 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 无所不用其敌 超过了何主小福 到了江泽民时代 和平发展 啊 主权力三个代表 增加入党 到了胡文时代 万劫不复旧 嗯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这人别的不说 就在这一点 我觉得他是清醒 他是清醒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他对于美国啊 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好 什么 这个战争也好 我觉得他是清醒的 他知道 用当年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 就是他们亡我之心不死 这才是真正的 中国的国际处境 这才是真正的 啊 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 中美关系的 争议 你不 明确 你不看清这个本质 你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你就又回到了 什么 邓三科时代 你就会又回到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的时代 翘光上的腿 躺在炕上抽着大烟 小妾敲着腿 摁着腰 外面八国人军都杀到你们家门口了 然后还可以淡淡的一句 皇上给洋人打起来了 所以我们学这个九评 学到现在 上一个学的五评是战争和平 现在学的是关于和平共处 我觉得里面多少观点 对于今天都是形式横延 都是形式横延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学 学这个关于和平共处的两种根本的分歧 那么学第四个小标题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通过我们 通过一切马拉斯列宁主义政党和马拉斯列宁主义者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 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 而是究竟 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 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 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 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 实现和平共处 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 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 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 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来 没有任何困难 和平共处的障碍 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国际关系中不予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 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 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 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 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 因此 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 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致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 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 帝国主义才不敢贸然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 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 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 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 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 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 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 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 总是千方百计的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 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今天的中国不就是这样子吗 今天的中国不就是每一天都在面对着 这种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了 每一天不都是在面对着 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自于敌对国的挑战吗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 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 镇压被打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 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巧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 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巧夫看来 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 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 国心要求的时候 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 迁就再迁就 我们从九八十年代 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 我们忍让迁就了多少年 朋友们 我们退让到了什么程度了都已经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南联盟大使馆 你想一想南海撞击 你想一想 零号时间 你想一想台海危机 你想一想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 赫鲁巧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 拿原则做交易 福守帖尔的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 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 赫鲁巧夫把中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 在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巧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 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巧夫说 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斗争 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在这里 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巧夫还说 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 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 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 他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 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 在这里 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巧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抹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 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 抹杀 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全面合作 我们40年前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第二个问题 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 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 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 结成联盟 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 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 这就是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 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 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 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片面的归结为和平共处 我们要问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 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 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 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 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 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 1957年宣言指出 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 但是还没有包括受制于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 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种互相援助有力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 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 这也就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片面的归结为和平共处 我们要温 社会主义国家又怎样又应当怎样处理 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 同还没有或者解放的阶级兄弟 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斯大林也说过 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 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独立自在的东西 而应当看作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 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 对外政策 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 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 还必须正确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还必须正确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 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 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 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 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党运动总路线 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 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 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 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来说 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 这些走狗的统治 争取自己的解放 而不应该也不可能 同帝国主义积极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 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 从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 从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 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 引申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 和革命人民的政策 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 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 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 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斗争 同时 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 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 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 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 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因此 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 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同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 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 这是一回事 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 也完全不可能触动 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 而各国的阶级斗争 民族解放的斗争 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 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 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 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 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和平 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 这是对马斯利林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1946年 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 并且明确的指出 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妥协 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 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这是一个马克斯利林主义的正确方针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 中国人民毅然决然的把革命进行到底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斯利林主义的方针相反 苏河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 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 同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的总路线混文一谈 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 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 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他们自己不革命 也要别人不革命 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 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小福最近的一些讲话 力图加以否认 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 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 是骇人听闻的诽谤 他们甚至装模作样的说 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从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 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 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 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 你们要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 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 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 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 把和平共处政策引向 任意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 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只能主要的依靠自己的斗争 怎么能把这些胜利 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 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 你们的这种说法 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 是不是与国家的经济成就 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 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 但是怎么能够说 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而是通过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 依靠和平共处的和和平竞赛 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 以毁灭性的打击 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 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这实际上就是认为 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根本用不着进行革命 用不着起来革命 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 只要安安静静的等待着 等到苏联的生活 产水平和生活水平 超过最发达的自民主义国家 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 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 进入共产主义了 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 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 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从苏共领导的分歧 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 这种分歧的实质 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 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 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 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是反列宁主义的 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 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 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